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文行是一个łynsk 其实一个文族的繁殖除了抵抗外来的战争剩下 还要抗拒疾病的发生及传染病的蔓延 不同的生活环境及生活习惯,都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疾病产生 怎樣保育生命呢?它是一個重要的學問,人類一旦開始思維,就會想到身體所有的問題。 皇帝內經是幾代人的智慧積累,由皇帝開始,或者託詞是皇帝所講,經過肉體的印證,以多角度辨證論字的規律,決定了病症的情況,和治理的恰當方法。 他們應用了中華文化的思想方式,以宇宙為整體的想法,實踐在自己身上高,而且開展了一種內求法,了解自己的肉體,作為尋找天地奧秘的一條管道,向上可以追尋,向外可以自求心靈肉體的研究,即是天人合一的方法。 皇帝內經其實包括了掃文和寧書兩大部份。 漢書、毅文治介紹皇帝內經的時候,只有十八卷,到南朝傳緣起,解釋掃文,他的意思就是本也。 所以理解為朴素的本初,即是開始,最朴素,最根本,就是將身體還原為天然本來面目的意思。 文是由皇帝詢問其白,靈書可以解為靈文的書記,唐朝的皇兵,重申編讚內經。 當時的掃文有二十四卷,八十一篇,靈書有十二卷,八十一篇。 掃文就是應用了陰陽五行的學說,內外統一的相關宗旨, 主題,展述了包括人體生理解剖的認識,病理學,病因的觀察,診斷學,醫療方法,預防疾病的要點,和養生的方式指引。 寧書就講解經樂和針灸為主,講明了各種技術性手法和原則,配合了生理和疾病的狀況,加以調配應用。 《掃文上古天真論》是第一篇,他已經講明了,食飲有節,喜居有償,不妄作勞。 我們可以知道,其實《皇帝內經》就不是一本簡單的醫書, 他研究了疾病生成的原因,譬如我們的飲食習慣,喜居活動的情況,最重要是什麼? 不要亂勞動過勞身體,找到原因之後,才可以作出不同的方法加以治療。 因此我們的飲食習慣,喜居生活,這些如果不合當,最終就必然導致了疾病的發生。 其實我們簡單可以用氣血這個觀點來看養生。 在《賢作道》裏面說了, 《乎有盈者生於無盈,故有太易,有太初,有太似,有太素。 太易者未見氣也。太初者氣之此也。太似者認之此也。太素者質之此也。 宿問之名義,或由此。 其實他就解釋了,我們人體的產生是如何來的呢? 他就說是一個氣的開始,有氣之後呢,就有一個簡單的營,營區。 跟著就有內在的物質。 物質、營區、氣都有了,我們就可以知道身體活動的意義了。 其實如果我們用現代人的眼光去看,或者了解氣這個字眼,可以稱為能量的活動。 即是我們有了那個肉體之外,我們有一些內在的活動。 有活動才是有存在。 這個也是一個現代意義很清晰的人體的結構。 從這個氣學的觀點得到人的生命的存在,就開展了華夏養生這個文化。 當然我們另外去看氣這個問題,如何得到好一點的氣呢? 因為氣是動力來的,是代表了新陳代謝的作用。 亦都是可以包括現代的化學、物理的反應。 我們肉眼是看不到的,看不到我們身體裏面的物質,在新陳代謝。 但是我們可以測量,可以知道的。 譬如我們缺少營藥的時候,我們可以補充。 氣不夠呢?我們其實亦都可以補充的。 氣可以分為正邪,正氣就令到我們活動正常。 邪氣就等於我們的病在身體裏面活動。 例如傳染病,古代就稱為中了邪氣, 其實就在這個環境上而得到病了,這個感染了。 不用擔心,為什麼呢? 如果我們內氣充足,自然就可以抵抗疾病了。 即是我們內部的物質,如果缺乏的時候, 亦都會令到血不足,血不足補充, 氣不足,我們亦都可以用另外一些方法, 來調配補足它。 經過了調養之後,虛弱的身體就會增加了,強壯了。 當然,如果我們吃得太多補品, 就會令到消化系統和吸收系統負擔太過沉重。 在這方面,我們亦都要注意。 既然氣血那麼重要,當氣血暢通的時候, 運行就會恰當,身體就會健康。 所以我們說氣血暢通,百病就不生了。 在五行來說, 木氣就可以令到我們生長茂盛。 火氣就可以令到我們變化一些東西。 土氣就可以令到我們豐滿些。 金氣就可以破了一些堅硬的東西。 水氣就可以慢慢將我們的東西溶解。 這些就是從金木水火筒五行的觀點, 來看我們內部的氣血運行。 其實這些氣是會自行調動的。 我們當有病的時候, 就要講補不足損有餘。 如果發覺某一種氣不夠, 或者某一種撞腐的機能不足, 我們就要補充它。 但是如果有太多, 都不是好事來的。 我們要損有餘。 要減少那種物質, 減少那種過份活躍的機能。 這個調配的通路就是經絡了。 在我們身體裏面自然活動的路線,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經絡。 其實很多人, 我有病, 看醫生, 要吃藥。 其實在中醫系統當中, 氣功是放在第一圍, 針灸是放在第二圍。 我們的食療或者藥療就放在第三圍。 為什麼會這樣排列的方法呢? 因為氣功是最簡單的。 我們剛才說到, 人身體有經絡的。 為什麼我們發現有經絡呢? 就是我們的祖先, 他有一種內求法, 其實就是連氣功。 在連氣功的情況之下, 有些較為敏感的老師, 他就很容易發現, 原來我身體裏面, 有這條管道, 有這條經絡的。 由外面的月位, 就通到裏面的撞腐的。 慢慢他就摸索到一個運行的管道。 當有病的時候, 他發現到這些經絡會閉塞了。 那如何去令他打通呢? 其中一個方法也是用針灸。 針灸就是刺激他那個月位。 當刺激的時候, 這個月位受刺激, 整條的經絡就受到一個訊號的刺激, 去到那個阻塞的地方, 令到他暢通。 最初針灸, 或者是驚訝, 令到西方人很驚訝, 甚至不相信, 為什麼會有這些東西呢? 看不到的。 但是隨著科學的進步, 或者量子物理學, 用一種低頻微能量的應用, 去測試的時候, 終於發現到驚訝和月位是存在的。 亦都符合了我們科學的量化, 客觀性的要求, 通過很多種方式, 去實驗, 加以證明得到。 現在在西方, 稱這一類的東西, 作為能量醫學。 世界衛生組織, 已經將經絡和月位, 編了號碼, 方便非華語的醫療人員, 學習和使用。 所以中國整套的養生文化, 已經受到重視, 西方人必須深入理解, 才可以找出其中的竅門。 當找出這個竅門之後, 我想, 對全人類的健康, 都會作出一個突破性的貢獻, 就是中西文化的結合。 針灸已經這麼神奇, 氣功就更加令人覺得神奇。 在《皇帝內經》裡面, 提出了氣血的理論, 打通氣血自然, 百病傳語。 有一句基本的原則, 就是通則不通, 通則不通, 氣功是可以打通氣血的。 可以清楚,明確表示了。 但是當中我們怎樣介紹呢? 在古書, 它就說, 是故咒字者, 先問尚之, 此氣字之所由興也。 其實古代那些人, 用這個氣功的時候, 是有一種意念, 它明白了, 用一些所謂咒語, 將它的意念集中, 就可以成為氣的意志的主導, 將聲音拍出來, 將它的意志表達出來, 就可以成為氣功的其中一種方式, 我們現在就稱為足柔科, 也是致病原始的氣功。 在數文裏面也有講到, 愚民古之治病, 為其移精便器, 可足律而矣, 今世治病, 毒藥治其內, 針石治其外。 其實它講到很清楚, 如果我們想治病, 可以轉移一個人的性情, 轉移他的氣, 都可以治病。 現在的人怎樣? 多數用藥字, 藥呢, 要帶有毒素, 小心點。 但是如果用針灸針石, 就可以從外面來入手治療。 所以其實氣功治病, 絕對不是迷信, 也不是關乎宗教的問題。 如果我們要調治自己的內氣, 就要練氣功。 我們說要跟隨一些有道德的老師學習, 就不會弄得過份的複雜。 慢慢去練習氣功, 自然可以打通一些經驗, 達到強身、健美、 和減脈的效果。 如果長期鍛鍊, 其實智慧也會提升。 另外用外氣和人治病, 其實這裡發展了兩種方式, 一種就是用自己的氣輸出, 替人治病, 但是這樣會損傷自己的內氣。 另外一種就是用宇宙的氣, 這個氣就是能量, 轉移到病者身上, 這樣就可以大量替人治病了。 而且還有醫煉結合的良好效果。 替人治病的時候, 不會損害身體, 還會功力增加。 但我提醒大家, 修煉氣功千萬不要誇大, 或者有什麼神秘的東西, 其實最重要呢, 找一些有緣份的好老師學習就可以了。 其實養生的文化, 最重要呢, 就是自眉病, 即是病未有之前, 我們要治理好身體, 將免疫能力提高, 將能力提高, 保養自己的身心。 這個就是養生文化的重點, 在現代就稱為預防醫學。 對於養生的方法, 其實就是調養好自己的精神, 對於一些煩惱, 我們要排除它。 我們不妨做多些健老的運動, 健身的運動, 要實踐生命在於運動, 這個總原則, 保持關節靈活, 好似各位長者, 一定要多些去散步, 四季的時候, 又不斷要用不同的飲食習慣, 去到應對, 保持體內的能量, 功能, 是可以不斷的狀妄。 我這裡提出, 病代有修靈妖子, 他提出了十六樣東西, 令到我們是更加健康的。 面而多察, 髮而多疏, 木而常運, 矣而常形, 齒而常扣, 口而常閉, 瓶而常煙, 氣而常提, 心而常靜, 神而常存, 背而常暖, 腹而常摩, 胸而常護, 狼而常果, 言語而常簡墨, 皮膚而常肝木, 其實前面那些很簡單, 臉要多擦, 頭髮要梳下, 這些是基本我們梳洗的習慣, 最後我提出一個很簡單, 皮膚而常肝木, 其實就是說, 我們要把皮膚時常摩擦, 按摩, 經常按摩全身的皮膚, 其實令刺激皮膚的活動, 是相當之好的養生方法, 我們就說, 除了這些注意身體之外, 其實可以寫一下字, 靜坐一下, 沖一下茶, 聽一下音樂, 彈一下琴, 觸一下棋,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人生, 移情養性的, 很好的養生之道, 當然關於氣功的修煉, 是最容易令到我們氣血平衡, 亦都是養生文化的比較高層次, 我們希望在當代的預防醫學當中, 大家多些推行最簡單的氣功運動, 令到自己身體更加健康, 減少藥物的副作用, 減少年老的問題。 再次面對社交問題做到最無限的確去難及前後, 內容污染的下源, 可以講到最難的取消防區他們之外。 要負責任在經過後, 紫曖然會經過《野獸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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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獸》, 從見到北京愛後, 這個臨alle的大天大王的接觸、 為數字獸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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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獸。 你的天使每個吉利獸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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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獸,